郑妹囚犯因为罪行太可恶,遭法官判决跟91个男犯人关在一起入狱后发生的事令人头皮发麻。 哈喽,哈喽,亲爱的大家,我是iFunny,趣味新闻小编Yukin。 今天要来说,说关郑妹囚犯因为罪行太可恶,遭法官判决跟91个男犯人关在一起入狱后发生的事令人头皮发麻的事件。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人实在是不可貌相。Source,马丁说历史,下头。 台湾人很常骂恐龙法官,不过说到一场合理的判决,不外乎就是符合情、理、罚这三种要素。 虽然法官要尽可能公正、客观,但如果遇上令人发质的罕见情况,有时法官也会是情况调整判决的结果。 根据作者马丁说历史分享,这名34岁的西班牙女子叫做卡塞兰,由于她与两名男子发生感情纠纷,她用0.22口径的手枪杀死了他们。 当法官问到她如何处理这两具尸体,当法官问到她如何处理这两具尸体时,她的回答令人头皮发麻。 卡塞兰由于两名男子发生感情纠纷,用100.22口径的手枪杀了他们。 当法官问到她如何处理这两具尸体时,她说因为自己的力气比较小,所以先用电锯将尸体切碎后,再埋到地下室。 这起案件曝光之后,社会大众为之震惊,实在看不出这么美丽的女子,竟是使用电锯分尸的凶残杀人犯。 在法庭上卡塞兰坦承了她的罪行,并表示自己也非常后悔,最后被判终身监禁。 由于罪行太过冷血以及残暴,卡塞兰没有被关到普通女子监狱,而是被关到一所特殊的重案监狱,里面有91名犯下重案的男囚犯,卡塞兰是这里第一个女囚犯。 卡塞兰入狱后,生下遇第三个男友的孩子,并撰写了一本回忆录,忏悔自己的罪行,希望其他年轻人不要再模仿她的行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